冯导,这个导演我们需要来试个,近世界杯指日可待,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一组阿根廷对阵冰岛,最终一比一占平,第十九分钟,阿奎罗爆射为阿根廷得一分,阿奎罗第二十三分钟,分布阿松进去内轻松补射半平比分,第六十三分钟,梅西点球被冰岛门将哈尔多松扑出,神奇扑就很多人以为,这个点球是必尽的。 因为是梅西主罚了,但是,让人们紧待的是,球没劲,然后本场MVP给了这位冰岛门将,看了他的简历,人生真的不要太美好,这要是在国足,估计早被开除了,哈尔多松执导了代表冰岛入围,2012年欧洲歌唱大赛歌曲Never Forget the MV,不过该歌曲仅获得决赛第20名,他还导演了几部上商业广告, 其中一部卫兵导航空拍摄,里面他的国家队队友参与了拍摄,专业拍摄哈尔多松自前为Sight Film工作,之后成为一名专职的足球运动员,该制作公司承诺,一旦哈尔多松宣布退役,他们会重新把他聘请回来, 这下估计哈尔多松不会回去拍片了,因为他太出色了,本场MVP这种情况,在国内估计像都不敢想,一个拍片的半路出家去踢球,还进了国家队,还扑出了梅西的点球,我想这也是一个人口,只有30多万的冰岛,能成为足球强队的一个原因吧, 不管你以前干嘛的,只要你行,你就给我上,这才是足球该有的样子和魅力,假如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导演,何仇不尽世界杯,男性朋友一定要注意,如果出现问题,一定要尽早调理,否则不仅会影响自己下半身的幸福,更会引发一系列危害严重的,甚至会影响下一代健康, 千万别等到去了医院花了钱,费了时间,遭了罪,才后悔没早早调理,机下面了解更多老婆也满足,人也更年轻了